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法臣。法臣是什么呢? 法臣就是把前面这五个臣当场看到的,是事后回忆起来的这五个臣。 那次你这么讲,大家就比较能够理解。 比如说,我想起我妈妈的色臣。 我想起我妈妈的胆大苍苍的、胆大苍的、胆大苍的、空着的腰、一满脸的皱纹、慈祥的这首。 我现在回忆起来,童年的小河、村庄、学校、乌香的树,这些全部都是色臣。 色臣就是回忆,但我会是产生情绪,我会产生贪着。 贪着不仅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,梦里也贪着。 我祝福们做了个梦,梦见,一个什么事儿。 居然在梦里就哭了,哭得可伤心了,可委屈了。 这就是法臣的那种,法臣里的色臣的贪着。 法臣里的深臣的贪着。 那时候回忆起一个什么声音啊,一个好听啊,就会产生贪着。 有时候我做梦,梦见的音乐,就放弃了念仇了。 跟着人的音乐的心就吓起来,就不会去想起念仇。 那这个香臣也是法臣,就要我们现在回忆一下,臭豆腐的香味, 用到回忆的起来。 还有我们回忆一下,酸味,吃了最酸的东西。 此时此刻我的哭声就出来了,想起来。 没有看见,没有摸到,没有尝到。 只是想起来,就流口水了,就妄媒之渴,就出尘。 我们也没回忆起来。 小的时候妈妈抱着我呀,背着我呀, 靠着我妈把你后背着,带我去开会呀, 带我去下地劳动呀,带我去工作呀, 盼着我妈背着,那种出尘。 现在早已经有了,她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法臣。 但是回忆起来呢,她依然没引起我的这个情绪。 那么,这个贪烦呢,是什么呢? 因为这个就是无常的,虽然它很残酷,就是无常的。 我也不可能,永远怕得满满后背着。 它永远只是一个法臣。 等我和我妈妈都得了阿兹海保证的时候, 这个法臣它只是法臣而已。 所以没有必要贪。 我们讲的贪烦呢,是认识贪烦呢, 不是否定人的情感,而是说我们不执着它, 我们不是排斥它,而是认识到它, 它只是色彩而已。 它有它的美好,有世间共同认可的美好。 我们都排斥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